今天我們請來這兩位嘉賓 一說到吃, 鬼就會唱 聰明, 我最聰明, 我們每頓都要做 而另一位就會唱 天天找那兩三餐 樂樂樂生乖乖 就是網後代唱, 再見… 聰明, 謝謝… 謝謝… 賢哥哥, 謝謝 聰明, 今餐我做的聰明 沒問題 要點菜, 來 開餐… 好, 跟著你 阿樂, 健哥 May姐知道你們喜歡吃貝殼類的菜式 所以特地準備了多款給你們選擇 有心吧? 真的非常有心 因為我本身天生對貝殼敏感 所有食材的貝殼 我都要很快去洗手間 但是有一種不用, 就是鮑魚 所以我比較生得低調 每次都有人請我, 都是吃鮑魚 我… 浪費命… 我全部貝殼類連殼都吃了 大爺 究竟是誰做主持的? 你們都說了就行了 請參加位置, 美姐去 美姐介紹 我就知道你喜歡吃鮑魚 所以做了兩款不同的鮑魚 謝謝… 這款叫東松草花膠燉吉品 這個燉湯用了二十頭的日本吉品包 四頭的印度花膠宮 和名貴的東松草一起燉, 很矜貴 其實鮑魚只是說煮得夠新 我們會加一些花膠宮 和少許東松草進去燉一個湯 這個做法又沒有膽固醇 對身體真的很有益 名貴的食材發好之後 就可以加入上湯 拿去燉四小時 鮑魚、花膠和東松草的鮮味 和精華全逼出來 湯不止鮮甜, 還很滋補 東松草是不是? 東松草是滋陰 真的很鮮甜 真的很鮮甜 這些東松草要吃完才有益, 對不對? 對 對 芽頭的吉品, 現在真是少有 我們小時候吃的四頭, 六頭的 是沒有賣的 現在芽頭也很珍貴 這個 在廁櫥裡… 糖心風 譬如吃了這種燉法 我覺得很清淡 帶一些很鮮的鮑魚味 我覺得鮑魚最好就是咬下去 很鮮甜, 我最喜歡這一刻 而且我知道花膠的厚度 當年越厚就越漂亮 而且如果是漂亮的花膠 我知道它燉得很高 它的膠質也不會融化 如果是差的, 如果燉得很久就變成啫喱 所以這個是很漂亮的 而且外面傳說 你家裡的鮑魚多得不得了, 是嗎? 經理, 現在你… 我家裡最多是狗和馬 那兩隻都不能吃 鮑魚我就不知道 因為皇室會煮一樣東西 除了工廠員, 只會煮鮑魚 可能就是這樣 儲了幾年才能煮一次 當然是最喜歡做賣家的屋子 我經常都想請你們去 你每次都到你做主持人 才叫我來這裡吃 你也知道當年最有眼光的 是May姐 所以今天才有這個約會 當年她不請你拍廣告 不, 是否帶你進行呢? 可以這樣說 千里馬都有白浪 我最懂得上馬 誰知道我的前身就是May姐 她是唯一的第一次 我一生人第一個說過 是May姐聽我拍的 她還找了一個拍檔跟我配合 我叫任白樺 算是早了 我倆都做年輕人 那下是二百元 你看到二百元就不算了 你看看後面打雷的二十多元 沒人可以從認識什麼 從露洪到現在 May姐, 你當年選擇聰明 有眼光 不是, 你是被她的外表吸引 還是被她的談兔形象吸引你呢? 我其實是遷就手的 終於爆了出來… 我知道, 我看到她是二百多個 你說遷就不遷就手? 不是 二百多人的面試 都能選擇我 會很重要 隨便吧 二百人 所以你看到一年出生 全世界十七萬隻馬 我也選了一、兩隻馬王級 這就是眼光 感覺 而且她剛剛出生 出生一、兩歲 你已經看到她的第一次前途 這個才叫白浪 我問May姐, 看到我 我完全沒有經過獨謀武成 一塊好像還沒開的肉 就讓她看到 全世界中華人最厲害的那個 這樣也被她找到出來 有眼光 花有眼光 你怎麼會拿著公司包一盤 不是… 那時候她拍廣告 已經開始了 你去面試見May姐 你進去有什麼…你記不記得? 我就跟她說 我說, 這位童小姐 我覺得我進來已經是你的榮幸 你看到我, 如果你這個廣告是用我 你將會將來流光白智 大家會知道… 這是一個選擇 不是, 我想… 你剛才說一句話, 是不是真的嗎 當然不是 我也是… 有得撈, 我也是… 我也是在這裡為… 一腳踢不住 其實那時候阿倫也有份來的 這樣也有, 眼光 你跟黎書團一樣 他有眼光 好, 到今天黎書團也是這樣 我們兩個和一對群組 大家一起參加 那個魚乾的比賽 阿倫初賽, 唱一句而已 拜託, 待會, 走 我真可憐, 我不斷吃了第二 真是辛苦你了 真是辛苦你了 陳的, 真是辛苦你了 說你們的事, 真是25年時的東西 這個就是第二尾鮑魚 又為你而言, 就叫陳皮蒸鮑魚 吃完乾包, 接著就試鮮鮑魚 這些全都是大廉的野生鮑魚 加上味道清甜甘香的50年陳皮絲 和薑蔥絲來蒸它們10分鐘左右 最後淋上豉油、熟油就可以吃了 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蒸 就是想大家吃到本身鮑魚的鮮味 大家看到, 這是野生鮑魚 這個就是阿健仔, 有知識嗎? 野生和羊的殼的殼比較平滑 你拿來加水 平滑一點 但是如果野生的, 會遷滑很多 叫做豪宿 剛才參加豪宿 豪宿什麼?豪的… 豪宿? 不是, 豪的鱼宿地方 這個鮑魚真是新鮮 其實很簡單的, 不用攪太多 豪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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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宿 功夫簡單, 只是這樣蒸 這跟吉品的方法不同 完全沒有心 沒有白心, 不是糖心 其實飼養和野生鮑不住 咬下去, 咬不入的就是養的 是嗎? 對 野生的咬下去就會軟滑 我對海鮮算是平滑, 正在吃飯 說話這麼好 為甚麼?阿健怎麼這麼喜歡釣魚 原來前世有人說你是蝦蝦 所以要釣魚 這裡的廚師, 就是老闆 就是當年… 所以今天一定要跟健仔一起來 當年健仔改變自己一生 我帶他離家出去, 他就是住在這個人 家裡還是住在他冷行 所以他父母當年差不多要去殺我 就是酸牛 對, 當年溫辣之後 天天來感激我, 送貓, 送花膠給我 你怎麼這麼多? 當年我爸爸叫我做這條養貨 然後… 而且我爸爸很嚴格 只是教我看店 然後阿嬌就看到 他就說你爸爸不讓你彈結他 你有這種才華, 你應該離家出走 他就不停在耳邊說 不知道為什麼聽了半年之後 就覺得真人 真的初三, 真是倒楣 雖然大家有時候聽過 你不知道你那個奸身的 現在真的眼裡有很多人 說一下… 他做採訪做不行 開門口的爸爸也不行 叫他去學人賊 深刻學真的 文化界嘛 文化界學, 印刷地學 去吧, 翻了一個月, 回來 好像…我別說你… 好像哭喪一樣, 是不是? 翻了一個月, 學了什麼? 多少錢的工資? 三十元一月, 三個月就是一元 三十元不要緊, 我們學到什麼? 怎麼收拾這些錢? 不是, 學賭談觀 賭談觀? 學了三元, 賭談觀 跟死人有分別, 一定要離家出走 但是不是… 我找餘工給你 當然是我出去做, 四百元人工 做什麼? 多了十幾倍, 彈樂隊 彈樂隊 那時候娛男打掌 我們只有十幾歲, 早上回去 他當然沒有學習了 離家出走, 讓我學習 不然去彈樂隊才出現金日軍 我很好奇, 健哥 譬如你爸爸開洋服 本來教你做衣服, 你做不成功 看間… 忍慘 看不成… 讀書道不成 我不明白為何看部也看不成 我沒說看不成 看部也沒說看不成, 沒錢 爸爸不付錢 付錢 不付錢, 又不付錢, 你卻做白 以為他執行工作, 三十元學賭談觀 大哥, 不是吧, 跟死人有什麼分別 你看, 帶個朋友出來 待會兒住在田師傅家裡 他叫我, 我不是求靠誰 求靠誰, 就找到這裡 坐在我旁邊的, 就是阿田 去他家裡住, 他家裡已經很懷疑 你怎麼跟我這麼有趣 睡得這麼晚才起床 晚上這麼晚才回來, 幹什麼 阿田真好, 他做報館 真是真是的, 你好 有急才 有急才 所以有急才, 你兩個讀不成書 一個做了這麼有名的大廚 一個做了會炒結他的 所以這個世界是航航出狀元 說到這裡, 我們請師傅煮下個菜給我們吃 師傅, 這個是炒蜆炒花甲 炒花甲 有什麼特別呢? 現在的花甲是最好的 是 還有我們的… 是, 我們會加些沙嗲醬、辣椒醬 我們的沙嗲醬是用馬來西亞的沙嗲醬 加上豆豉和洋蔥, 快炒一會兒 就已經入味了 加了這麼多配料調味 夠了香辣的味道 還有一些花甲蜆 跟法國的蜆的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鮮很多, 飽滿很多 這個辣很多 因為用了馬來西亞的沙嗲醬 沙嗲醬 沙嗲醬 它是香很多的 還有花甲也好, 蜆分很多種 有些是很韌, 有些肉很小 花甲剛剛好, 咬下去可以照得入 而且咬下去有點爽 是, 爽得來就不會… 那種, 所以花甲很受歡迎 炒蜆一定要辣才好吃 反而不辣, 我覺得有點怪 西人的就是白酒 對, 我覺得這種比較好吃 所以他們吃生的, 我們吃熟的 蜆不是一隻生的, 是大隻才是生的 大隻, 還有八個蜆, 雖然生的 但我覺得吃熟的很好吃 我也喜歡 所以我沒有時間, 因為這隻熟的 其實你去過這麼多地方 例如出去拍攝或自己玩 你最喜歡吃哪個國家的菜 那是中國 都是中國 很有趣, 例如我們去到外地 美國, 你一定要找雲吞麵吃 但外國的雲吞麵, 你知道 可以, 但不夠多地方都可以 當你吃了四餐西餐的時候 雲吞麵也好 雲吞麵也好 我們在香港差不多是吃一間至兩間 我老公真是中國人 去到意大利, 法國最美的餐吃也好 他吃到第三餐, 第二餐的話 你猜這裡有沒有炒飯 中國炒飯 有沒有中國菜 那當然沒有, 那個不知道是甚麼城市 是不是也不是大城市 中國菜真的… 中國人一定要吃, 而且變化多 好像阿聰麵說, 外國燒煎 牛肉焗, 又說不能頂 是 你看, 中國人 我們中國人只要四隻腳坐地 背向天 每隻向天 除了椅子外, 全部都煮到 椅子也來吃 很厲害, 真是很多 椅子下來坐, 其他人煮 我們…你想想, 有甚麼四隻腳 而背向天我們不吃 你說一樣, 是沒有 如果可以動的話, 除了椅子吧 我最不喜歡玩這些遊戲, 叫我猜猜 不是, 猜猜, 是真的 我說甚麼, 是真的 龜又吃, 蠍子又吃 總之你有腳踩著地 背向天就能吃 我們需要說, 以前我們吃馬, 吃狗 現在外國人不會吃這些 是我們會吃, 甚麼村山甲 我們來歡樂今宵 經常說, 每人戒一樣吃東西 對後面有甚麼值得 最快的, 阿肥說我戒牛 彭比環說, 我戒… 就是戒的, 我心想 我戒川山甲也不會吃 我戒川山甲 剛剛上去那星期 虎落今宵出來拍廣州 第一個湯一喝 這個湯這麼好吃, 什麼是川山甲 下次我戒了 以後都沒吃過 我們下次說 戒恐龍… 不, 你下次說戒色 戒色… 色, 我常常摘色, 很難 那些不戒, 一摘就四五六 不是說戒色… 有吃這些… 健仔, 你小時候 你好像在澳門住過的, 是嗎? 你們不解釋, 澳門多識過 不是… 澳門是寄宿而已 覺得香港以為風水不好, 讀書 原來澳門也一樣 還是讀不成… 有軟軟 發展 你即是在香港讀不成書 才去澳門, 打算讀得到? 因為人… 因為程度不好 其實那時候是寄宿的 以前一說, 哪個兒子是可以 去澳門寄宿 我讀了一個… 但是在澳門監獄寄宿 不是監獄, 學校, 是持有中學 你讀過名校? 讀過文化, 文化界 所以他做了印賊 那時候多少歲? 那時候是十二、三歲 那時候你吃到什麼?澳門? 澳門… 有機會吃什麼? 你不要說你在西蘭吃飯 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西蘭 我最記得的是吃豬仔包 豬仔包很簡單 現在澳門也是可以嗎? 也是豬仔包 豬仔包 像豬扒包一樣, 切開兩邊 塗牛油, 加點糖 就是這樣 我記得一紅紙一個 你取得一紅玉米店 一紅紙一個很厲害, 是200元 那時候零用錢有多少? 零用錢它有三小時左右 一個月三小時 一紅紙一樣, 還想怎樣? 但是那時候的寄宿不需要用錢 是的 厲害, 健哥, 你們有口福了 又鮮甜又美味的貝戒淚海鮮 陸續有來 接著要嘗的是這款白灼響裸片 這兩個響裸越來越難買 對,現在的響裸越來越少 很容易買的, 買的小隻 小隻, 大隻就少了 買響裸要選薄殼的 薄殼 變成裡面的肉大很多 薄殼就是這些 這些, 你看到薄殼, 有些很厚 好像兩隻之中, 這一隻比較厚 對, 很明顯 很明顯 一隻厚, 變成裡面的肉小塊 因為這麼貴, 只要放個殼 幾百元一斤 而且很容易混淆響裸和角裸 對… 有特別技巧 這個潮州人很喜歡吃這道菜 對, 但我們香港人… 果虎人也是, 對 我也喜歡, 我喜歡燉湯 這麼厲害? 尹懷山杞子魚肉 像你一拌在這裡 這裡原本的貼紙, 很難燈 你拌掉它, 拌掉它之後 就會整隻壓出來, 它就會走出來 就這樣壓這邊 整隻壓下去 對… 整隻噴出來 對… 最重要是拌在心裡的那塊 所以要有技巧 這樣會圓, 沒花, 沒什麼東西 這樣可以出來, 沒辣 又沒汗 其實一隻兩螺, 螺片 其實不是要的部分, 不是要那麼多 就是用很少 你看, 我現在這裡起碼切了這麼多 這塊只可以來煲湯 煲湯, 對 來吧… 還沒煮… 還沒煮 你這些要撿乾淨了, 這些是銀的… 對… 大家看看 這些是這樣的 真的很像寶寶一樣 很通透, 晶瑩 很通透, 是亮的 是, 來吧, 對 刀工 這裡… 這裡比較厚一點的 我們先把它片薄出來 即是一開二的 因為你要把刀平下去 但通常鑼片就不要太薄 太薄, 會沒有口感 是 你會變得像紙一樣 是 因為我們吃東西喜歡口感 這些刀工這麼厲害 片到快鑼片這麼薄 在這裡拿去搓就好 謝謝 這個白灼鑼片不是薄的 也不要太厚, 也不能太薄 灼的, 用來打火鍋的就可以薄 這個要適中 你有沒有注意 華善和我倆是沒有點東西的 我們專門吃它 不是 原汁原味 鮮味 沒錯… 女人比較清淡 所以女人就有清瘦 男人沒有人說清瘦 所以說女人才說清瘦 男人沒有說清瘦, 對吧 我們不同的 我們點了調味料是另一種境界的 現在我嘗嘗蝦醬 就這樣吃, 有鮮味 現在嘗嘗一半蝦醬刀鑽 一半蝦醬… 真的很刀鑽 一半蝦油, 好像是一半蝦醬 好像是一半蝦醬 但是你還要這樣 你等著嘗嘗, 先在右邊的味蕾嘗嘗 然後再嘗嘗左邊的味蕾 怎麼知道一兩個味蕾嘗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我分組, 我現在在吃左邊是蝦醬 什麼蝦, 是蠔油 中間是響裸 我知道你除了喜歡吃鮑魚響裸 我真是配合她, 我知道你喜歡吃菇 瘦菇吧 其實Lego很口氣 瘦菇 瘦菇… 她有這麼漂亮的女兒 那時候很不及時, 尤其是苦心伴上 現在每次… 你說完什麼? 我沒贊你 不是, 因為瘦菇每次見到她 有Lego的地方就有她的出現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請了她給梳化服 頭是她梳化的, 妝又她快的 衣服是她買的 還好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你去哪裡呢? 如果有瘦菇的時候 有人明燈照著 她兩隻眼睛發光, 像電筒一樣 你們夫妻已經相處了這麼多年 都這麼恩愛 很容易 知道為什麼令她的營養嗎? 第一件事, 就是我忍她 我忍她, 你接受人的優點也不容易 你說你又漂亮, 明天底下什麼什麼 我不是, 我早知道她 很多東西不行, 我忍她就行了 我全部忍她吞, 忍她吞聲吞了她 她說什麼, 我說好, 吞了頭 你以為沒有加賣, 怎麼會有衝突呢? 我們眼睛看見, 瘦菇不是這樣的 是一個小綿樣子的 說是看著你們眼光是這樣的 好像對著羊合羊齒狼狼我不知 不是, 我… 為何你這樣說, 瘦菇這樣的 你在那裡嗎? 你覺得她有什麼缺點呢? 她不是人 她是神 簡直是天派的仙女看著我 賣給湖, 我們看著否竟有多好處 她也不是這樣的人 瘦菇膠上肺道 她不在這裡? guarantees不在這裡, 瘦菇膠上肺道 我們真是,她每天都叫我出去 你要認識別人 那你有沒有認識,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試過 和仙女 每天都可以變化 之後坐在身上變成了別人 你跟存了二十個沒分別 秀古,為何她的樣子那麼好 很久 很欣賞 是,今天沒說錯話,過度了 過度了 每天都提心吊膽 是 很細心 是,很細心 你太太懂得煮東西 真好… 很棒 她沒有飯,只懂得煮鮑魚 你這個很棒 可以,因為她小時候已經學會煮菜 今天煮很多人… 她要學嗎 她學的 她是飯堂,你飯堂 她在家裡,家族很大 煮給她媽媽煮菜,她就學 阿倫很棒,有什麼好吃的 這個要怎麼做 試試…之後,行了,明天煮給我吃 這個… 你做的老婆是煮的給阿倫吃的 不是,阿倫帶她試菜 不是說我可以做到這樣 而且她很有煮飯的觸覺 對,而且她煮完,一定是我試的 一吃,怎樣?不行 因為是我才可以說的 其他人… 不夠蛋白 我說不行,下次你不要來 就是會這樣,家族還去 我家裡整集都是私房菜 對,其實你以前不是這個名字 我知道了 但我出生一個月就是這個名字 我知道了 因為她以前…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叫Natalis Chan 我也不認識她叫陳八強 是陳八強的 那人是Joseph… 叫Joseph… Joseph是Natalis,我們年輕人 我們回國外讀教學校 你知道學校很可憐嗎? 我那班五零班,那時候沒小學 五零班也有這家學校 五十二人 五十個都不是唸中文 只有兩個唸中文 這樣就不夠阿倫,叫他習慣了 將來比法仁剛大 就算是今宵開始的 但你真的很聰明 因為聰明, 聰明了嘴巴 不知什麼, 天黑龍鳳很聰明 其實他不是聰明 他每一件事他想學 他就很專注地, 很專業地學 對, 我不是專業想學 追女生追來追, 只有一個 但聰明聰明, 他做事的時候 真的很認真 是 但這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本身, 說了前半生 讀書讀不成, 沒那個底, 沒學問 什麼都是社會大學實踐學的 你還不讓人多點時間 我經常覺得學無先後, 達者為先 外面說, 阿倫是你大婆 秀姑就是你兒子 這是她說的 對, 為何會這樣呢 她知道自己的地位 這個不是, 是一個朋友情 以及… 夫妻之情 對, 兩種 愛情 完全不可以重疊 因為朋友用來墊底 對, 用來墊底 所以我們在螢光幕前, 說什麼也不要緊 不是朋友就不可以提起這些 所以我們經常說 好朋友才不要借錢 不是借不借錢, 能否幫人 通常你最好的朋友借錢給他 因為如果他那段時間 沒有能力還給你 反而他不敢見你 你就沒有了朋友 是… 這樣可以… 其實你說我幫了朋友 你純粹…不然你繞另一個圈去幫他 幫他維持著友情 我當然說, 當然 我當年最後… 我很想發達的, 年輕人 我不唱歌, 其實曾經證 可以告訴阿倫 唱歌不會發達的 我們認識那個人 要天王句星, 叫羅文 因為我們在夜總會彈 他已經是做主持人 那個時代 他已經紅了上去 他已經離開樂隊 最紅在利舞台, 你知道嗎? 二十元張票, 只有一千個位 一年三個六十元 被你唱完, 你也不會發達 我都被迫著去做生意 所以我就不唱歌 想以為做生意會發達 當然我做了兩、三年之後 真的很像有機會發達 但是你這麼年輕 你不能駕馭一些生意 我就下來 我最後宣布說 破產也要給破產管理官 所以阿倫第一筆可以… 他就存傲, 因為他是一種男朋友 存傲才可以買樓的第一筆 給我去破產管理官 然後我才可以宣布破產 當然了, 後來我還得到 其實我還得到和不還得到 我們都是這麼好朋友 其實這些真是患難見真情 這些真是 這是咖喱炒青泡 對, 挺特別的, 咖喱炒 這就是田哥在銀行做的時候 是很高級的酒店 他做大廚 對, 做大廚 他說開門口的 好像有巴基斯坦籍 用他們的廚房來開派對, 煮東西 煮完之後, 整個廚房都香了 他說是什麼?咖喱 是他們的咖喱, 他就香了 對, 印度咖喱我聽得多了 巴基斯坦咖喱 咖喱我們第一次吃, 還要做青口 也好, 它這個不是很辣 有些咖喱太辣, 根本吃不到 剩下就很辣, 很辣 有香味, 你感覺不到 咖喱蓋上蓋上的味道 那個辣味 還有這個青口, 做的咖喱 又不是很辣, 但又有咖喱味 那一刻很好玩 兩項不同的咖喱膽 而且它的咖喱味 又不會搶掉青口的鮮味 鮮味 今天我們特意挑選這裡 當然是May姐的面子 但最主要是健仔的恩人 她的同學, 阿田師傅 我們一請田哥進來 太好了… 大恩人… 我剛才教她, 她在家裡住 其實在做朋友之間 同學是最好的, 我反覺是 一直下來幾十年, 你都會… 不會有厲害衝突 大家只留著… 十世的情情 十世的情情 我覺得她是最成真、最爺的 我覺得是… 今天健仔真棒, 又有你這樣的同學 不是, 我有他的同學 因為他們倆遭月期一樣 有樹樓, 沒關係 今天你介紹一下這個 今天這個比較特別 我們用沙爹醬豬肉粒 這個叫做沙爹豬肉炒腸粉 是比較另類的炒腸粉 那時候你怎麼想到呢 其實…你選原材料 其實在做我這行業是挺重要的 你把好的原材料 來煮一些很普通的東西 真是你吃我想吃的東西 甚至那些譬如說不知道什麼 XO醬炒腸粉 也沒有這個那麼漂亮, 你看看 我們自己是捲了一點點 對, 其實, 但是捲得… 吃得來完全不固定 一點也不固定 是爽滑的 這個腸粉配一個沒有味道 配上沙爹醬豬肉 剛剛好, 靜哥 這個辣味還在口裡 少許辣在口裡, 漱漱一下 真棒 我們從小到大都是吃腸粉大 後來的人在腸粉裡面 又加叉燒、加豬潤、加什麼 所以布拉的腸粉 我們早上吃早餐很薄身的 對嗎, 做一些… 但做你的就要厚身 其實我喜歡吃這種黏黏的腸粉 其實小時候不是加很多醬嗎 是, 忍忍辣椒醬 其實那個感覺 阿田就放沙爹, 做些芽菜爽爽 我們就有這個感覺了 我學自己才好 是 要謝謝阿田哥 好, 謝謝 你要謝謝阿田仔和…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 謝謝阿田… 今天是聖誕節, 派對就繼續開 不要讓他停 接著我請來我的老友記 岑建芬和吳耀翰 這次我們來的這間餐廳 由百年歷史的建築物活化而成 它保留了建築物的原本外貌 裡面改建成古雅得利有時常的西餐廳 你好… 祝你, 祝你, 謝謝… 謝謝… 是不是真的不用吃? 不用吃, 你可以 我們要開一個傳統英式派對 好, 你開到旺, 我們要扮淑女 和紳士 來了 叫著你… 我叫著你… 聖誕節… 這個聖誕真好玩 那什麼好玩呢? 我們美女與野獸, 美女與野獸 美女與野獸, 你跟我跟我一樣 對, 剛才明明導演叫她坐在這裡 她說Richard, 你坐在這裡 你老一點配搭她 這樣吧 Richard剛才也告訴我們 他說她有兩個人, 她看見她心動 她是當年… 怎麼說的 三十年前那一隻 不是, 剛才Richard說完之後 因為…為什麼呢? 突然他說… 其實他看見我一來到, 我說 你好, Richard 對, 她其實是定一定的 我當時心停了幾段 好嗎? 因為我看著一個我以前暗戀的女生 為什麼你會暗戀我? 看電視… 現在人們看電視也會暗戀的 我還以為你喜歡比較外國 洋化的女生 那我已經有一個了 那一個不用餓了, 是不是? 我們別說這顏色了 我們喝這個湯 好, 這個湯就是蝦蝦 大廚先把歐洲蘿蔔去皮切片 炸至金黃色 再把蔥切成小粒備用 這個白白滑滑的湯 是由蝦芝粥打成蓉 加上奶和雞湯做成的 最後加上歐洲蘿蔔去皮就能喝了 其實我們就這樣看這個湯 好像豆腐花 還可以 很忌廉 而且真的很甜 很滑 很滑, 真的很像燉奶 好吃…很棒 我這輩子第一次進這個湯 有這麼多… 這麼多東西 我也是 我們吃這個菜式 是傳統的英式泰兌菜式 這個蘿蔔是用… 蘿蔔蘿蔔 但我想它不是用傳統的麵粉來做的 它真的用蘿蔔 所以很滑, 像燉蛋一樣 中間有些芝粥, 它是蘿蔔 叫白甘筍 然後加一點水果 配合得很好 聖誕節這麼開心 你們現在或以前年輕的時候 有什麼開聖誕派對去慶祝呢 我們那個年代, 聖誕一定會有派對 我們那時候窮行做樂隊 因為樂隊就是彈樂隊 我整個聖誕派對 就是在台上彈樂隊 其實正在開風 然後賺一點錢來交學費 那來了 聖誕日就去教堂唱聖詩 就開心了 你怎麼去認識女孩子呢? 我那個時候… 她在上台, 常常在台上工作 讓女孩子多追求女孩子 那時候中國人在英國是很特別的事 不用問你太阻礙了 Soulson是不是這個事實? 是, 很多人說 我沒試過中國人 你們經常拍攝搞笑的電影 會不會因為你們很幽默、很玩 那個形象特別吸引女孩子過來 我不搞笑, 我們有錢秀才搞笑 平日是比必的 完全沒有 你們很現實 所以今天他們不會搞笑 譬如你在外國過聖誕節 和現在在香港過的聖誕節 你覺得分別很大嗎? 其實我最懷念的聖誕節 不是在外國過的 也是在香港 自己十幾歲, 很開心 你去旨耶利撒, 不知道為甚麼… 不知道 很懷念宗族、宗金粉的日子 很懷念… 懂得聖誕節, 香港是很開心的事 去到外國那時候反而不太好 是否流行送聖誕節是否給身邊的朋友 例如你…老婆、女兒 女兒一定送的, 是嗎? 女兒… 女兒一定送的 女兒一定送的 一定送的 我經常都賣錯東西 例如我叫華華線 例如我這樣說 如果我追求你這樣說 那你想送什麼給華線呢? 我送什麼就糟糕了 一定送錯的, 不如說出去 你喜歡什麼, 你就自己賣給我 你不夠浪漫 真不夠浪漫 大哥, 是不是? 但是我對, 其實你也送什麼 不如你送什麼, 你去買吧 不, 她也會浪漫 不是, 我要平反一件事 你剛才說男人是這樣 就是因為女兒經常說男人是這樣 男人就是這樣 我老公就是這樣 他買東西給我, 買完放在一邊 他就問我, 你要獎金、獎品 即是禮物, 我說, 兩樣都要 你真正的 真正的 很浪漫 是 好, 我們吃第二道菜 這個第二道菜 就叫做鴨肝雞肝凍 兩種肝加配料一起打成肉 這些味道絕對不會像雞和鴨說 那麼不合格 反而是互相揮影 如果加上香煎啤梨更加合格 首先, 我們要煮一盤 這些已經被盛了 是… 糖、水、白酒、白酒 變成這樣, 鴨肝, 鴨肝, 鴨肝 鴨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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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肝 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要把蝦蝦蝦 已經盛了 是 我們有一個好燙的煮盤 把啤梨煎香 就可以配上那些雪到像雪糕 的鴨肝雞肝凍一起上碟 差點被它騙了, 以為是甜品 來吃了, 還不太好 鴨肝, 會有一點點 鴨肝, 因為鴨肝是鴨肝 鴨肝, 鴨肝也有啤梨肝 鴨肝, 還不太好 鴨肝, 鴨肝的鴨肝 鴨肝, 鴨肝還會煎 鴨肝, 鴨肝, 鴨肝 鴨肝, 鴨肝, 鴨肝 鴨肝, 鴨肝, 鴨肝 稍微把這個放上去, 然後一起吃 我覺得很奢侈, 感覺這麼大 我知道你們是中國人 是 喜歡吃飯, 試試這是外國飯 意大利飯 意大利飯 對 這個西洋菜, 平時我們喝… 中國我很喜歡煲湯 經常煲西洋菜湯 沒試過用西洋菜打融, 變成意大利飯 很重的芝士味 對 味道很重 但西洋菜打融, 又不是西洋菜味不太重 是中和飯 芝士味很重 飯是慢慢煮的, 煮得變化了 這隻米是這麼軟的 是… 應該是這麼軟的 是 飯加了蛋黃 比較好吃 對, 味道很濃 用一個蛋, 真是像鍋蛋牛肉飯 很香 很香 比較好吃 你們最喜歡吃哪一道菜式 例如西灘、中國菜、東南亞的食物 我是中國菜的, 吃不起 之後就去法國菜 我身為中國人, 就是說 不管吃什麼國家的菜, 都不知所謂 沒有蠔油 我去中國人實在太誇張了 我吃太多食物 你太太也是外國人 你這個人 我家裡參加一堆中國菜 現在很厲害了 徹底通化 煲湯… 煲湯, 蒸魚、煎魚 很厲害 你跟他拍拖的時候 他有沒有學做中國菜給你吃 當時是西灘, 當時他追求我 真的靠煮東西給我吃 你那時候在外國… 你在外國, 你在加拿大讀書 在加拿大住國 在加拿大工作, 加拿大在英國 在英國, 接著在台灣 也住過一段時間 是, 法國我也住了一年 我在法國的時候很窮困 我們在學校飯堂吃過山法郎 這個1972年 然後把麵包拿幾塊 拿幾塊回去, 撒少許砂糖 牛油也沒錢了, 麻薯, 一頓 你跟Mai姐, 你們兩位 你跟Mai姐是怎樣認識的呢 我不記得我何時認識Mai 總之, 還是很久了 很久了, 真的很久了 今天提醒我就是 我當時打他功 一次過, 那時候我拍廣告 他剛剛從英國回來, Richard 我就找他拍了一個廣告 為什麼要選他呢? 他當時挺帥的 當時… 對 那些鬍子唱得這樣 像是有個外國名稱 頭髮又有點彎 還有頭髮 Semi Davis Junior… 這個就是紅菜頭蘇格蘭三文魚 不要看他上碟的樣子像魚生一樣 以為他切一切就完成了 其實這塊蘇格蘭三文魚 是用了紅菜頭, 檸檬汁, 鹽和糖 一起醃了一整晚 三文魚醃得紅當當的顏色 再配上綠色配菜 真的很適合聖誕節吃 這個廚師找了三文魚配白蘿蔔 那個味道… 脆下去蘿蔔有點酸 但是三文魚有點鮮甜 味道很有趣 還有這個醬汁, 你看到橙色的 南瓜 你做了酸的蘿蔔, 味道很特別 我喜歡蘇格蘭三文魚, 我覺得是最好吃的 吃起來肯定的味道多了一個… 尋廁 尋廁 尋廁, 肯定的 因為我挺熟三文魚的 蘇格蘭三文魚 為什麼? 窮困…在英國時的窮困 在倫敦做過超級市場 我還做企業, 我就剪刀 白蘿蔔做片的三文魚 我吃過了, 你說回你們以前拍戲的趣事 John哥, 給我印象你最深刻的 就是你的淚鏡, 講義是很不正的 是你自己創造這個角色 還是劇本已經是… 沒有, 劇本沒有, 劇本沒有 其實當時我是… 再加上你的頭髮, 很有趣 你不是劇本有趣 你是潮州人嗎? 其實我不是潮州人 因為我小時候 我看到一群潮州小伯 說話沒有人說得正 我叫建芬 他看到我, 阿翰… 阿翰, 你過來, 阿翰 什麼阿翰? 阿翰, 還很大, 阿翰 我們拍五福星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要做一個潮州龍漢 但是還沒出位 對, 但他沒有意見 我要用那些話說話 怪不得知 對, 他說這件事才夠噁心 那很多人都忍不住笑 忍不住, 我們自己拍的忍不住 第一個就是攝影師 對, 真誇張 真誇張 小朋友, 真誇張 我能不能扭, 你這樣真誇張 好, 行了 很多次是大家笑得拍不下去 對, 完全是大家笑得 不知如何, 尤其是潮州男特別笨 我們是喜歡弄他 我們五福星, 四位在下地 查理, 你負責看水在上高 你們就這樣安裝 你不要回頭看, 鏡頭在這裡 可能他在蠢裡… 他在彈簽沒有? 彈簽沒有? 彈簽沒有? 我們已經咳了 還沒得到, 還沒得到 還沒得到, 他就在這裡… Richard呢? 你拍戲拍這麼久 比如有什麼特別的… 五福星的隱形那場 我們是想死的 他是隱形的 我真的脫光了 真的嗎? 有東西看嗎? 當年真的脫光了? 很多人到今天 你拍過一場戲, 還是黏膠紙還是什麼 沒有, 很可憐 絕對沒有, 我真的一絲不掛 為什麼呢?我不是這樣做不到戲 但有沒有清場? 清了中初號 他看著他的表情, 很逼真 他看著那個, 原來是這樣的 是呀 幸好當時不認識你 如果認識你, 我就說 現在拍戲要這樣 好, 我們嘗嘗這個安康魚, 是嗎? 英文叫做鰻魚 這是鰻魚的鰻魚在鰻魚上 這裡有有驚喜的鰻魚 我們要烹飾鰻魚 要用壓力, 放在一袋裡 用檸檬、橄欖油 我們把鰻魚放進去 把鰻魚放進去 然後把鰻魚放進去45度 他現在放進袋裡 放進了初榨的橄欖油和檸檬 稍後會增胸它 味道就會全部放進去 這個鰻魚, 鰻魚即是安康魚 我們中文是少用的 全部放進去 然後放進他們的洗澡缸 有水溫的 水溫 45度, 很慢很慢 但煮不熟 20分鐘 20分鐘 20分鐘, 45度 20分鐘, 煮不熟 但因為它這麼低溫和慢煮 味道就會濕透 全部濕透 再加上兩塊檸檬 就更加讓裡面有酸酸的味道 還有很香的檸檬味 我們有一個很香的檸檬 我們會拿一些的水溫 從鰻魚, 油 油 然後煮出來 那是, 對 我們也會把檸檬放進去 我們會把檸檬的色彩 所以我們不把魚煮之前煮 因為… 因為魚會困難 是魚的, 沒錯 我們把後面加醬 那是醬汁嗎? 這是削了芝士, 會加入鴨魚 這是鴨魚的醬汁嗎? 對, 非常重… 因為是油味汁 首先, 先用冰箱補充填 在中間裡 放在中間, 填碎 放在嘴裡, 本來好像是嘴巴 現在放在嘴巴 你看看, 很好煮熟, 很好 好像兩位麵豬燈一樣放在旁邊 很滑 這塊檸檬是煎過的, 這樣才奇妙 一般來說, 魚 給一塊檸檬, 用來擠醬汁 它沒那麼腥 對… 但這塊是煎過的 煎過的, 即是不用來擠醬汁 咬一口魚, 咬一口魚 煮熟, 不咬 吃飯很特別 我這麼多年…我們也應該這麼多年 你還沒吃過這種東西 因為這隻所謂的蒙魚 已經算是貴的海鮮 一般人會吃非常貴的海鮮 我們吃鮮魚 鮮魚, 鮮魚 鮮魚, 鮮魚, 我也不吃 那些是稍為普遍, 便宜一點的 這個牛味當作是醬汁 對, 當作是醬汁 半菜… 只是牛味本身當作一口菜也行 我覺得這個拌飯很旺 我覺得無論吃中餐也好, 西餐也好 吃完整頓飯 我覺得最重要是吃甜品才夠完美 對, 這個是拖匪布甸配朱古力雪糕 這個不… 這個布甸不是英國傳統的布甸 不是吃甜品 不吃甜品 對, 應該是扔死人的 傳統的布甸真的很緊 真的要避免, 要扔的時候 要避免一避 傳統的聖誕布甸有很多… 很多材料 很多材料 很多材料在裡面 很多材料 很多人怕 但可能會煮蛋糕多一點 對, 或者… 或者迎合香港人的口味 喜歡不太緊張 是, 不太緊張 不太緊張 讓人做得鬆 但挺有心思 這樣吃比較好吃 你把橙… 橙皮 這是什麼? 是 這是花 是花 是, 我想想你完全不給問題 別人撒了這些… 漂亮 花 現在我也是聽你說的 是花 是不是花 你有沒有送過花給女生嗎? 不是 真的沒有嗎? 試過一次… 這麼久以來… 試過一次, 情人節 大家朋友一班吃完飯 去到地方喝東西 劉天蘭也在這裡 有人在賣花 於是人家就說 你不送花給天蘭 是, 最討厭這些 宋伯 我說, 你就做一碗吧 我不帶錢的, 我竟然給錢 我多怕別人新店開張 別人的花牌這樣拿 沒有 沒有的, 我沒有簽證 最大的場面 我想問你們兩位 譬如你中國女生和外國女生 當然是外國人和同中人 分別在生活習慣上 在你們和中國男生溝通上 我在英國時不認識一個中國女生 因為我在英國時是五十年代 未縮 沒有台人街, 自然會跟鬼妹拍拖 我沒試過外國那邊, 真是的 所以我現在… 問你們, 你來吧, 你一起遊 不是的, 莊哥, 你的厲害 之前的前妻 但是到現在, 今時今日都這麼好朋友 很少人 我的以路不好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好像還沒跟天娥結婚 還沒, 拍拖 沒錯, 拍拖 John哥, 我知道你在2006年 已經進入國內打這個市場 開過電影院 為什麼當初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中國電影院 如果事業有什麼前途 中國太少電影院 簡單來說… 人多 人多, 我五年前進入中國的時候 全中國只有三千多塊銀幕 印度有一萬一千塊 我說這樣也不對, 怎麼知道 人口多, 你一倍, 我們這麼少 變成很多地方根本沒有電影院 我覺得電影院是做夢的地方 我希望中國人做多點夢 John哥, 我想問你 譬如你現在主力在電影院那邊 你會不會再拍戲呢? 我…你說做演員嗎? 我一直都不喜歡做演員 但幕後一向我都喜歡 在製作或監製, 我也沒停過 老實說, 你那時候拍戲 不覺得你不喜歡做那件事 因為我們在現場好玩 不是, 你要交貨, 大哥 交貨, 我看你怎麼做 我怎麼做, 老實說 你沒有這些天分, 你不要… 天分, 我可以說這些 就是天聰這些, 是吧? 今天是天分, 從天分來說 第一天分, 第二, 你真的要享受 是, 今天是聖誕 我們很快, 下個星期就是過年了 大家心想事成, 過過身體健康 好, 永遠快樂樂樂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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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集, 美姐宴客的主題是飯 請來Tim哥、李天盛 和長仔黎耀祥和我們一起去開飯 每款飯都有特色和好味道 真是飯飯都這麼好 要遇上你們吧